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罪人 但是神称我们为一人 这就叫称义 就是被神称义的意思 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 凡事出于亚当夏娃的 一个一人都没有 在罗马书三章十节里面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我们没有哪一个人 凭着自己是有义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 神会敞开他的怀抱 无条件地接纳我们 并且称我们为义人 所以说我们被称为义 完全是处于神的恩典 我们以前生活在罪中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他就接纳我们 称我们为义 我们信主之后 仍然有软弱的时候 仍然有跌倒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记得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他必要洗尽我们的不义 再一次地称我们为义 我们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到刚强了 感觉到洁净了才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是自己洁净的 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 接受他的恩典 让他称我们为义 扫罗他以前是信神的 是跟随神的 但是他后来犯罪了 他凭着自己的意思献祭 他不听神的话 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他来到神的面前的话 但是扫罗的问题是 他宁愿去找交鬼的妇人 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一直就在罪中生活下去 到他死的时候 大卫也曾经犯罪 他犯了淫乱的罪 他犯了杀人的罪 但是大卫没有自暴自弃 没有继续生活在罪中 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谦卑自己 一直等到神赦免了他 他就重新在神的面前站立起来 神又赐福给他 使他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国王 在新约里边 犹大他为了三十块银钱 把主耶稣给卖掉了 这件罪也不是不可以赦免的 犹大他知道自己 卖掉了一个义人 他自己觉得羞贵了 甚至后悔了 彼得呢 他计较以前三次不认主 但是彼得和犹大不一样 他虽然也是软弱了 也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但是彼得他在想起主耶稣对他说的话以后 他就悔改了 他就哭泣 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 就向他显现 并且赐福给他 我们从扫罗和大卫 从犹大和彼得之间的比较 可以看出来 一个人犯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人来不来到神的面前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在家里边夫妻之间闹了矛盾 就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不对的 有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边产生了一些摩擦 就不愿意去聚会 这也是不对的 我们在聚会中一起敬拜主 让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来成就和平 让我们重新的合一 有的传道人 因为意识的软弱 贪污了教会的公款 就不愿意再来到神的面前 这也是不对的 你贪污了公款 你只要悔改 来到神的面前 仍然可以称你为义 仍然可以洗净你过去的罪 所以说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千万不要躲避神的面 我们如果自义 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神称义 我们被神称义 就不要自义 我们经常提到法利塞人 我们以为法利塞人 真是一些遵行律法的人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法利塞人只是一些自义的人 我们从法利塞人的身上 可以看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要如何的警醒 不要让自己自义 马太福音23章28节 耶稣对法利塞人说 你们也是如此 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 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我们可以看见 法利塞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遵行律法 他们只是表面上遵行 给别人看 以显出他们的自义 他们在自义的时候 眼睛变瞎了 实际上心里边已经污秽不堪 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的第三节 耶稣说他们能说不能行 又说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 隔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13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第15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 却使他做地狱之子 比你们还加倍 第23节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 伯贺 茴香 秦菜 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是 就是公义 怜悯 信使 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第25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洗进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利塞人 先洗进杯盘的里面 好叫外面 也干净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法利塞人 他们因为自己 自以为意 就眼睛瞎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 离神有多远 神的儿子就在他们面前 他们认不出来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可以接纳所有的罪人 因为罪人 现在最终自己没有办法 耶稣就来拯救他们 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也会这样 我们会认为自己 做了一些好事情 做了一些善事 就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有益 就不知不觉 变得自高自大 但是在这样的时候 是很危险的 我以前认识一个姊妹 她刚信主的时候 很热心地向别人分享福音 可是每一次 她向别人分享的时候 别人如果拒绝她 不愿意接受 她就下一次 再也不理会别人 觉得那个人 是印着景象的人 是没有希望的人 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 自义是我们 熟灵生命成长中 一个最大的拦阻 我们如果认为 自己比别人强 比别人好 那么我们就 看不到别人身上的长处 也看不到 神在别人身上的见证 我们就不能 从别人身上学习什么 因此 我们熟灵的生命 就会受拦阻 为什么 神要称我们为义 亚当夏娃 在犯罪以后 神在寻找他们 说你在哪里 那么神 现在仍然在寻找我们 寻找每一个 时丧的孩子 寻找每一个罪人 神愿意和我们 重新恢复 亲密的关系 可是问题是 神是有意的 我们是没有意的 哥林多后书 六章十四节里边说 意和不意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 所以说 有意的神 和没意的人 是不可以相交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 但是 神有办法 他猜浅 他的独生子耶稣 降世为人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可以有机会 来到神的面前 被称为义 耶稣就像在两个山头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不意的山头走向神那个意的山头 是我们再一次的和神之间恢复亲密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被神称义是一个莫大的福气 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神的生命里面 近身 记住 在你犯罪 在你跌倒 在你软弱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千万不要逃避神的面 因为我们凭着自己 没有办法 使自己得到洁净 我们唯有来到神的面前 他可以洁净我们 他可以洗净我们的补义 他可以再称我们为义 继续地接纳我们 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感谢你 为我们的罪 赐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接纳我们 让我们可以重新来到父神的面前 被称为义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和父神 重新地恢复相交的关系 主啊 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把别人带到你的面前 都来和你相交 都在你的里面 和而为义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